《起何希望的盛言》 雨年 张林奇第一主日 马尔谷13章 33-37 字 Fernando是美利利神父的评述 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张林奇 这个词是由拉丁语来的 在拉丁语中Advantus这词指的是 一个官长 甚至国家元首 来到这个城或者这个省 人们总是希望 能从这次访问中得到一些好的东西 希望能够带来一些帮助 刺激贸易 促进经济繁荣 或许会随掉一些腐败的官员 为了迎接这位显耀 道路 房屋 高价道路都得到修整 也做好了 向他提出 要求得到解决的问题 我们用张林这个词 以此指向主的降临 做足准备的时刻 问题随之而来 既然救主已经是二千多年前已经来过 我们为何要准备他的来临呢 事实上 二千年以前 耶稣诞生在白冷 但是让我们问问自己 他和他的福音 进到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团体了吗 答案是 在接受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上 在接受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上 政治家 经济学家的道德选择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吗 管理美物 受作物的资源 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作为 接受福音的逻辑的参考呢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因为逻辑是作出一些 选择的核心 不论是个人作出选择 还是国家作出的选择 都是出于利己 每个人寻求自己的优势 国家寻求自己的利益 因此 如果这样的逻辑管理世界 就让我们不要自欺欺人 因为如果福音的新逻辑不被接受 我们的世界就不会改变 演员会改变 但是 它代表的喜剧仍然是一样 不公的事仍然会继续 对营造和谐和平安的一切努力 都将失败 因此 我们要带着福音的真光 照亮仍然笼罩我们世界的黑暗的救主 作好准备 在这个将临期 让我们回顾过去 喜欢踊跃 为了耶稣诞生在白冷城 预备自己 那个时候 我们要将目光转向当下 因为我们需要祂的道理 开创某些美好的新事物 在我们听到福音经文中 耶稣说给我们知道 如何做好准备 迎接祂的真光 这段经文 总结了圣史 就是马尔谷给我们讲述的一大概的说法 耶稣在橄榄山上 白多禄 安德纳 雅各伯 和若望 和祂一起 还有些人 祂正在尖望 大赫洛德美丽的宫殿 感谢那些建造耶路撒冷的施制班的恩责 这个是古时的奇迹 曾经 耶稣戏剧性地宣告 关于这些奇妙的圣殿 每有一块石头 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理由是 以色列宣告了自己的毁灭 拒绝耶稣 拒绝他的福音 耶稣宣告和平 仁爱 修好 公义 宽恕 使所有子民团结起来的兄弟之情 因为 所有人都是同一个天主的儿女 以色列人却愿意追随古时世界的逻辑 这件事出乎意料 没有预备好 没有接纳天主的墨西亚 让他们小心点 因为 这个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今天 我们也可能犯下重复的错误 我们想要改变世界 想要建立新的事物 他有时时追随 旧逻辑 尋找我们的利益 如果我们遵循我们的逻辑 没有准备好自己 接受这个福音之光 就让我们将这个新世界遗忘 这就是耶稣今天 想要给我们提出一个特别建议的理由 让我们来听听听 你们要醒悟并要警醒 你们不知道那要来到的时刻 耶稣是常被我们的门徒警醒 他们将会遇到的危险 圣史 马尔谷在福音第八章里记载 回忆起 那个时候 他们在船上 往贝达塞达去 在某一点上 耶稣转身对他门徒说 你们要使你们的眼睛开 要提防法利塞人和哈罗德的酵母 他指的是两种他们极须警惕的危险 酵母代表的是不洁 扶扭 微烂的事物 法利塞人的酵母就是他们的教义 他们表现出来的天主面容 立法者判官 耶稣说要小心 因为他们给你们展示的天主是理性的 他所想的 和你们所想的一致的 但要的是小心 天父决不会是这样的 哈罗德的酵母是对权势 道德放荡的贪恋 耶稣说要小心 因为这个法利塞人的教义 哈罗德的道德建议 使你们的生命遭致腐恼 本主日所说的福音的开端 总说到是危险 耶稣说要小心 免得你们误入歧途 他指的是假的墨西亚 假的前驱 那些将自己塑造成成功的人士 道德皆无 在此世生活美满的人 这些人就是和耶稣 对立的人 但是你们要谨慎 不要被这些人所迷惑 不要羡慕他们 甚至贼到他们 因为他们欺骗了你 如果一人不完全醒悟 他就会分岁过去 你们睡觉的时候 做梦的时候 你们跟现实失去联系 跟着你们醒来的时候 你们觉察到 你们所想要的一切 都是出腰幻觉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耶稣所建议的是 保持警醒 甚至会引发共鸣 保持醒悟 增开眼睛 保持警觉 然而 在我们经文里面 耶稣发自内心的建议 这个并不是指逼在未知的危险 要我们保持警惕 採取预防措施 不是 是这里的问题 与先知的不同 这里的问题是 失去契机的危险 不会再有的有利时机 用希腊语 Kairos 表明 捉住不可错失的时机的瞬间 耶稣说 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 这一个时机 何时来到 耶稣所说的瞬间 是哪个呢 他指的是 比喻 告诉我们 让我们听听 有一个将要远行 人远离了家 安排了自己的仆人 每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命令守门的人 保持警醒 让他们试图辨识 这个比喻中的人物 首先是 尼家的人 这个屋主就是耶稣 要让他们小心 那个时候 我们说 他远离了 我们不是说 他走远了 不是 只是 他在我们中间存在的方式 发生了改变 我们必须要说 现在 他更加亲近我们 是 超过他在巴勒斯坦大街上 被人弃绝 受人弃压 至极的时刻 他在葛法庸 不能够和自己母亲一起 留在 勒扎勒的时候 现在 为他来说 这些限制不再存在 因为他进到 复活的世界 他邀请自己的门徒 时常保持 他在他们中间的存在感 他对他们说 我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今世的终结 然而 感受到这种存在感 并不容易 因为 在这个问题 在于 要感知一个 肉眼看不到的物质 只要心底纯洁的人 才有这样的感知力 正如耶稣所说 心底纯洁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看到天主 我们已认识了第一人的角色 这就是该要远离家的人 这个家是什么呢 在福音中 当我们看到 家这个词 前面有定观词的时候 他就不是别的房屋 这个屋就是基督徒团体 是所有相信 纳洁纳耶稣 依附基督的大家庭 他们投身于他 培育新世界计划 他受予自己 伯仁的权柄 这些伯仁是谁呢 他们就是第三个人物 注意 伯仁 并不是圣经中最美的荣险 这个荣险 是颁给那些奉献自己一生 投身于上主的计划的伟人 是给那些 如同达味和梅西一样 为全世界服役的人 当中这个荣险的女性 只有一个 耶路撒冷的团体 将你的荣险给了马尼亚 领受天主之仆 投降的唯一女性 现在 我们都领受了这个荣险 我们在这个家中的仆人 也就是说 我们都使自己 投身于他新世界的计划 就是天国计划之中 我们每人都按照我们 各自的能力去完成一项任务 因此 凡相信福音 使自己依靠基督的人 他不会限于某些宗教行为 或是任凭自己 受基督徒团体的安排 成行天主为他所预备的事 守满人就是第四个人物 这个守满人是谁呢? 我们知道 守满人是负责看守家门的人 他负担起让那些进来的 或者那些赶出去的责任 这一项重要的任务 他必须给别人更加时刻保持清醒 耶稣给守家门的人特别的建议 如果他让一些人进来 使自己的家室受到困扰 他就应当为自己的不谨慎承担责任 守满人是谁呢? 他就是那些必须保持的警醒 以自己的良心 在那些按照福音导生为的人 和那些按照今世的逻辑导生的人之间 进行分辨的信友 让我们记住 圣保禄在格林多人后书中所说的 你们要小心 撒旦可以把自己毅装成为光明天使 我们的良心必须时刻清醒 以辨别那些想要进到我们生活中的 是否是那些邪恶的人 耶稣说 有许多假先知 是否会把自己毅装成羊 内律却是落 我们必须清楚知道 要听谁的 要听谁的话 如果我们的良心 没有遭受腹脑的话 我们必须知道 如何辨别是哪个有权 进到我们的生活中 另一方面 是哪个必须留在外面 我们听过关于生命的声音和建议 但是 谁认识正确呢 有些有一日 你的内心 有些会受到偏情的困扰 有一位信仰中的弟兄走过来 对你说 小心 不要把你的家级毁掉 但是 你也会听过很多日帝的声音 他们是通过媒体 发号司令的使者 他们会跟你说 把他忘记吧 这都是可以的 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 但是 如果你们的良心 保持警觉 他就会跟你说 要听从你 就信仰上的兄弟 让他的声音 到你们的心中 那向你发言的 似上主的使者 他想要带你 离开出生活的黑暗 或者 你离弃上主 你就不幸福 你因你的生活中的罪 而感到失望 甚至 你已经失掉了自己的尊严 有一日 你会听到 一个司徒 谈论天父说 他爱自己的儿女 甚至 爱那些 在生命中 误入歧途的人 守门者 如果你的良心 没有被虚假教义所扶食 论及天主 那个守门人 会跟你说 你们听到的是真的 闯开你的心非 让天主 无私之爱的美好信息 转入其内 这个令你感到幸福的信息 会被你们带去光明和喜乐 意识是一位守卫者 他能够使人的意识变得陶罪 使当下的道德观 成为陶独人的意识形态 这个就是耶稣 迫切提出要求 要求守门者 保持清醒的原因 现在 耶稣告诉我们 何时要期待家主到来的时刻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因为 他一个 未曾料想的时刻来到 让我们听听 因此 你们要醒悟 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来到的时刻 或是在夜间 或是在半夜 或是在鸡鸣的时候 或是在清晨的时候 也许 他会突然来到 发现你们正在睡觉 我要给你们说什么 我要给所有的人说 醒悟 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来到的时刻 我们知道 传统上 对耶稣所说的这句话的解释是 让我们留心 因为天主 会在你们临终的时候来到 他突然来到 如果 他见到你们没有预备好 你就有和了 这是可怕的惩罚 最终 你可能永远堕入这个地狱 这个就是福音 这个就是喜训 如果我们这样解读耶稣的话 这个就会使我们的心感到悲痛 这个缺不是喜训 这个就是精神上的恐吓 使得很多人远离了信仰 这个就是基于 作用翻译 而产生的误毒 这个不是说 屋主将要回来 他不能够回来 因为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事实上 在生日中的 回来 这个词 从来没有指向耶稣 有些人翻译指的是耶稣 但是 耶稣不能够再回来 因为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在生日中 从来没有用这个动词 Epaniel Jammai 指向是耶稣的返回 时常用的是 Egetai 这个词 指的是 距离 他出现在我们生命中 每个瞬间 他希望我们接纳他 因为 他时常准备好 将他的爱赐给我们 这样的相遇 是一个绝好的时机 Caedros 不可错失的机会 长迟的时刻 尚主来到 触照我们的夜晚 不用害怕 救主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们 总是来 将他的爱赐赐给我们 当然 最后他一定会来 最后一次和他会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一定会佔立所有的人 他甚至会佔立一生状恶 未曾体验过 欢喜的人 所以 为他们来说 最后 他们也会体验到 与家主相拥的喜乐 因此 我们生活 必须如同那些努力工作 但必须面对各种误解 苦痛 屈辱 然而 时常喜乐的妻子 一样生活 因为他知道 在夜晚 新郎在那里 等待着拥抱他 这段创语翻译的经文 使与爱人拥抱的喜悦的时刻 成了 与异怒处死那些 一生状恶 未曾体验到喜乐的人的天主相遇 以及 与天主与他的儿女相遇的惊恐的时刻 耶稣所说的喜乐 和领日安慰的话 没有比这个更论尽的曲解 我们必须每日准备好 将在当下 发生的相遇的时刻 距离捉照我们的黑暗 这个解释了我们 要自问 并查明自己的生命 在哪里 仍然被 威胁在罪恶中黑暗之中的重要性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黑暗的角落 我们舞弱福音的真光进入其内 在我们的自私 我们的骄傲 我们的愤怒 然而藉着难以控制的偏情引导我们 这个是将临恩重的时刻 我们受要去辨识我们生命中的黑暗角落 耶稣说 他可能会在任何时刻来到 他提到希腊、罗马世界中 黑夜的四个部分 他说 他可以在日落的时分 午夜的时分 鸡鸣的时分 建议我们要保持醒悟的清晨时分 新郎总不会让我们黑暗睡 等待着时刻 可能会延长 我们会合上眼睛的危险性也越大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夜晚 那个时候 他会自然来到我们身边 让我们按照默示录中的经文 主耶稣请来 呼求他 带着他的圣言来到 启迪我的生活 照亮我们的世界 耶稣结束谈论以前 他再次建议我们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 你们要对所有人说 醒 这是直接对我们发出的邀请 我祝你们主日快乐 有个很开心的星期